彭帥有照片說是報平安 他說你幫我這個問候我朋友 最近好不好 有這樣的一個訊息 這是怎麼一回事 是 事實上就是當全世界開始在問 彭帥在哪裡之後 其實影響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這個是中國大陸官媒 他就是那個環球電視網 是對外的官媒 他發了一個email的簡訊 就那個簡訊 email的那個照片 可是那照片很好玩 那應該就是作假的 因為email上面 游標還在上面 他說你作假也做得好一點 技術上也不好 可是因為這樣一個質疑之後 還不過癮 這個CGTV就是剛剛我講的 這個中國環球電視網 是中國的對外的官媒 他又發了好幾張彭帥的照片 來報平安 那我只拿這一張就好 一般正常來講 我是彭帥 我如果是要報平安 我不會自己報 而且是由這個編輯 用彭帥的那個推特發上去 他就覺得說 這個環球電視網的這個編輯 也很厲害 他第一 他可以用彭帥的推特 第二 他還能夠翻牆 專門發照片出去給大家看 那很多張照片 是在室內看起來的照片 我們就以這一張來當例子好了 這張第一個 彭帥是穿短袖 他其實說好幾張照片 都是短袖短褲的一個狀況 然後很多玩偶 那這張玩偶是最 我應該用什麼形容詞呢 最詭異的 他這張玩偶 然後下面 這個地方還是一隻小熊維尼 我覺得這是不是故意在高級 黑習近平的狀況 可是這些照片也被人家質疑 為什麼 現在北京正直立東之後 現在北京天氣也很冷 大概零下的狀況 那你就算在市 今年北京下雪還特別早 那可以有沒有供暖 有供暖 供暖的裡面是很早 裡面是熱的 但是就有人去質疑說 就有網友去質疑說 你就算供暖是熱的 也不會穿著短袖短褲 這個當然可能他們生活型態 可是就懷疑這個照片 也有問題 也是假的 然後再來又不是你彭帥 自己發的照片 所以現在其實真的全世界都在找彭帥 這好像我想起好幾年前 全世界都在找范冰冰一樣的故事 可是彭帥 前一陣子全世界都在找馬雲 可是彭帥的影響 這個我認為對北京的衝擊 是非常非常大的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滾雪球越滾越大 一開始只是體壇的一些人在聲援 現在網壇的這些重量級的選手們 大概都出來 譬如說大阪直美 然後小威廉斯 這些人基本上在Twitter 或在IG上面 都是上益的跟蹤度 那包括南網的球王 Jokovic 也都出來 就講 告訴我彭帥在哪裡 那你基本上這是網壇的人 那你這個發酵出來 你等於是 國際體壇 開始對這件事情 對於中國的處理態度 是非常非常的不滿的 這是一個情況 然後因為你看這個雪球越滾越大 結果就在今天 白宮發言人莎琪 也出來要求中國 你交代清楚彭帥的下落 聯合國更狠 聯合國的UNHCR 就是人權高級專員署 他直接出來說 第一要求 這個彭帥下落要清楚 第二 聯合國高級專員署要針對 彭帥被性侵的事件 要求要去中國透明調查 你要調查張高麗 所以你會看到說 他已經從體育事件 衍生成政治事件 衍生成國際事件 那現在整個醞釀起來的結果 就是什麼 就是本來拜習會完之後 拜登就本來對習近平就很不滿意了 一直就已經在傳出來說 他要抵制北京東奧 現在彭帥這個事件 你等於讓 如果你沒有在妥善處理解決 沒有給一個完整透明明確 彭帥的安全下落的狀況之下 你可能結果是什麼 你可能結果就是 真的不是只有美國抵制北京東奧 可能這些運動員們 因為彭帥作為一個導火線 到你明年一月份的整個北京東奧 因此而全面的抵制 那北京的臉真的不知道丟到哪裡去 所以北京在騎虎南下 一方面是張高麗 他們的這個算是前的常委之一 很重要的高級的領導人 那一方面是全球體壇所注目的彭帥 那如此一來 我覺得現在習近平 變成一個騎虎南下的 一個左右為難的狀況 范老師你從照片當中 有沒有看出什麼樣的詭異的點 的確就是說 剛剛看到這個照片 的確是看起來是蠻怪的啦 而且這個後面弄個這個 維尼在這個地方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事情當然 中國現在很難處理啦 所以我是建議說 習近平把張高麗交出來好了 讓他出來認罪 而且現在主要麻煩是什麼 因為現在全世界各地的 這些網球選手都站出來 因為他們本來就跟政治無關的 他們站出來反而就更具有說服力了 就是說這些網球選手 為什麼平常不控政治 而且他們也不想失去中國的市場 他們為了為了彭帥 不習出來 然後聲援彭帥 然後指責中國 那我覺得這個力量更大 因為他是個民間的聲音 他跟政治無關 那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中國這樣子去 包含把CNA的節目 把它停掉斷訊 這叫此地無銀三百兩 欲蓋彌彰 就表示你真的覺得 這個事情是真的 本來大家還懷疑說 張高麗跟彭帥年紀差這麼多 真的會發生這種事情嗎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表示你中國官方心裡有鬼 這個事情就看到是發生了 這個也很明顯 這個事情 這陣子 就當然 我們不用請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